來到十字路口 但另一項休旅車駕駛 完全沒在看 直接闖紅燈 撞飛機車騎士 所有人看傻眼 只是下一秒 駕駛不是下車要關心他 有沒有怎麼樣 而是汽車逃逸 警方趕到後 發現倒在地上的騎士 趕緊呼叫支援 駕駛跑沒多遠 就因為體力不支 倒在地上被逮到 原來他這樣拚了命的落跑 撞了人也不管 身上藏有這一包安非他命 九號晚間 桃園中立遠景接獲通報 有車遭窃 請線上遠景協巡 果然就在大園附近 發現車的行蹤 尾遲了好一陣子 駕駛發現被警方盯上了 想落跑加速開了兩公里 結果撞上機車騎士 害汽車落跑 警方與尾隨過程中 均保持適當距離 為劉賢未避免追棄 而加速逃逸 劉賢嫌犯九號晚間 偷了車一直在中立大園一帶 繞來繞去 被害人六點多報案 警方不敢大意呼叫線上警網支援 果然就發現到他 只是他早有多項前科 這回偷車又藏毒 更撞傷機車騎士 再次被移送罰辦 但囂張偷車 到底為哪裝 警方恐怕還要向上追查 TVB的新聞 廖宗欣歇輪桃園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